柯文哲在今天的凌晨 裁定吳寶請回 其實從當時他布出北檢的畫面來看 真的會讓人家有一種 好像英雄式歡迎的感覺 因為在北檢外頭呢 非常多守護的小草 一看到他現身就是瘋狂的歡呼 甚至有人激動到落淚 同時他的太太陳佩琪 也是馬上的上前相擁 眼眶是泛紅的 那柯文哲他雖然面色很凝重 但是一路上被小草們團團簇擁 就好像英雄式樣的歡迎 而同時也在現場的館長陳之翰 他更是一吐了這幾天以來的怨氣 怒嗆名嘴 一看到坤文哲現身持續守候 在北檢外的小草歡聲雷動 有小草甚至激動落淚 直呼法官總算還給他們最愛的阿伯 一個清白 克文哲從搜索到雞鴨亭經過六十九個小時 吳寶請回 走出地檢時面色凝重 小草醋湧不斷吶喊 柯P歡呼聲持續的約五分鐘之久 但柯P被大批記者團團包圍 有小草翔擠進去看阿伯 還被推出來現場一片混亂 館長陳之翰也在北檢門口 陪伴小草們直到最後一刻 還親自開路互送柯文哲 送柯文哲上車後還轉頭對媒體鏡頭開嗆 你這鳴嘴 謝謝啦 好了 謝謝 謝謝各位 先前鳴嘴們預估柯文哲積壓可能性高 如今大翻盤 讓館長忍不住回嗆怒轟鳴嘴 霸氣一幕引發網友討論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